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在韩国的军事法院进行了森丽的上诉审 森丽认了9项罪名,并表示会好好反省 在去年8月召开的1审 法院判了森丽三年有期徒刑 罚款11亿5000万韩币 当时森丽否认了新交易等8项罪名 只承认了违反外汇交易法并提出了上诉 军检方也提出了上诉 而在今天召开的上诉审 森丽承认了所有嫌疑并表示会好好反省 结果法院在2审将原来的3年有期徒刑 改判为有期徒刑一年6个月了 目前森丽被拘留在国军监狱 如果森丽与军检方都不上诉的话 森丽将会再服刑一年一个月后会出狱 而因为森丽曾经在Kakoto说过 鄙视韩国法律的话 所以现在韩国网友们的反应都非常不好 一年6个月,韩国法律果然很值得 证据很多对自己不利 所以承认反省想要减刑的吧 承认了自己犯的罪就给减刑 只有受害者是最可怜的滥法 这么多罪名判不到两年 失败韩国法律 对于森丽的二审结果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今天Norme Mwani成员们进行了直播 而在现场宇杰森对观众们说了 有想要问的事情都可以留言 其实我们会很认真的看留言 虽然有很多好的留言 但是也有很多酸言 我会看酸言 但是不会影响到心情 宇杰森接着表示 但是我不是要大家留酸言 当你留下酸言的那一瞬间 本人也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说出见不得人的脏话的话 一定会影响到自己的人生的 千万要记住 坏话一定会回到自己身上的 UNINEM说得很好 UNINEM有酸言 谁这么大胆 UNINEM说这种话的话 感觉更恐怖 总结一下就是 留酸言的话 你的人生也会很酸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因口无耳下跪道歉的 KasebonPindem 大家知道吗 很多时候只要说错一个字 整个单词或者是句子的内容 会变得完全不一样 像是把Thank you说成Pindu的话 身价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 然后先给大家说明一下 韩国有一个叫做 Cyber Tehok的地方 而Cyber Tehok就是网络大学的意思 Cyber 网络虚拟 但是把Cyber 换成Cyber的话 就会变成邪教的意思 Cyber 邪教 而Kasebon成员Pindem 在出演永杰主持的广播节目的时候 将该节目的赞助商 Cyber Tehokyo 说成Cyber Tehokyo 而弄笑了韩国网友们 Cyber Tehok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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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罪需要跪下必須得跪的QQQ 然後在PanPan離開後 永濟無意中聽到Seoul Cyber Day 代言歌曲時候的反應 也收到了很多網友們的關注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